复理乡因为人口逐渐减少 去年乡内总人数已降到了9800人 人口老化严重又面临少子化的问题 复理乡公所为了提升年轻人的结婚意愿 在乡长江东城指示下 本所特地在3月14号白色情人节下午 在复理乡长青绿光草地公园 与花莲县文化局共同主办草地音乐会计 白色情人节的系列活动 并邀请了本乡的十三春结婚 超过40年以上的夫妻代表接受表扬 分享婚姻维系长久的秘籍 以及婚姻生活各种美好滋味 与在场民众一起度过 幸福温馨的白色情人节 复理乡公所为了提升年轻人结婚意愿 乡长江东城就提出建议 将在3月14号白色情人节的下午 在复理乡长青绿光草地公园 跟花莲县文化局共同主办草地音乐会计 白色情人节的系列活动 并且也邀请十三个村结婚 超过40年以上夫妻代表接受表扬 与这场民众一起度过幸福温馨的白色情人节 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就规划了我们这一次在3月14号 在我们这个立光草原的一个场地 来作为你看这边四面都是环山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绿色的草原的一个地段 所以我们来办了一个白色情人节的一个草地音乐会 让我们来宾都每一个可以坐在这个草地上 慢慢欣赏着我们本地的一个夜团 或者是外县市的相关夜团的高质感的一个表演 福利乡公所在3月9号先是举办媒体宣传会 邀请了三对夫妻代表福利宝石婚夫妻 以及各村村长分享对这一次情人节艺文系列活动的精彩跟期待 朱天村长表示这是福利乡第一个情人节活动 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白色情人节 福利乡公所第一次办了 让我们大家感觉不一样 有罪人的 有浪漫的音乐 好吃的美食 还有一些浪漫的老情人 大家聚在一起 我相信我们大家到时候用祝福的那个 掌声 笑声来祝福他们 江东城欢迎民众共同来参加 一起在长青绿光草地公园 度过浪漫白色情人节的幸福时光 并且感受音乐所带来的 温柔跟美好 记者高雄雄不理想采访暴动 我们在这边也看 già 我们下屁了 中心里的 我们下屁了 我们下屁了